HELLO 歡迎回到曲面實驗的頻道 我是NOBU 我們這次延續上次的主題 就是那個分模線分模面 然後這次就做公母模 做出來的結果就是像這樣 上面就是上模人下模人 公模母模這樣 來這邊介紹一下 所以我把這個湯匙 複製到新的檔案 這邊把它貼上 好 然後呢一樣 在這個地方我先複製過來 先檢測 拔模角度 然後 這裡一樣是0跟1 然後最小拔模曲線 建立拔模曲線 OK 好 然後要怎麼建立這個分模面 我們RINO7有一個新功能 在這個地方叫做彩帶偏移 那這個彩帶偏移平常放在曲線工具的最後一格 好按下去 然後選封閉的曲線 封閉的喔 所以你看 好然後往外這邊點一下 然後就可以看到它跳出一個小視窗 那這個小視窗呢 這是它偏移的距離 比如說1 你可以預覽一下 然後看一下你要建立雙軌 或者是建立網線建立曲面這樣之類的 那我通常我是選雙軌啦 好 不過這裡呢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它是產不出曲面的 可能是有些輪廓產生問題 不過沒關係 我先移動到10 好 這工具以後有機會細講 那通常我這裡我會把這條線重建 所以100個控制點 好 然後雙軌無法嘛 所以有沒有面都無所謂 然後按確定 我要的是這條線 它現在是開放的喔 那你要知道哪裡破洞 有這個工具顯示曲線端點 有機會我再講這個 顯示曲線端點這個工具 好 這個地方破洞 好 然後就是這個控制點 就是這兩顆點啊 沒有貼在一起 所以用變動標籤 設定SYZ座標 好 往X方向對齊 確定0 OK 這樣這條線就封閉了 好 那你現在把這個線跟這個線 做什麼 曲面的放樣 或者是雙軌都可以 好 那我就做放樣就好了 好 OK 然後這個 通常我就會把它重建 因為外面跟裡面的點數不一樣多啦 我會重建一下 我先用100個看一下 100我覺得有點少 150個這樣 好 確定 這樣這個其實 最快速的分磨面就做好了 好 那我就要把它往外延伸 所以延伸曲面 直接這樣延伸出去 OK 這延伸出去多少 就要看你這個磨面要做多少 那這是其中一種方法 等一下我們會再介紹另外一種 好 那接下來我畫矩形 就這樣大致上畫一個大小 大概就可以了 OK 然後呢 把它擠出 實體工具擠出兩側 擠出15好了 這樣我看一下厚度 這樣沒問題 好 那我把這一塊 把它 複製過去 這個地方 這個我先隱藏 線也隱藏 這個都用不到 接下來這個地方就是重點 我這個是上魔人跟下魔人嘛 所以我這個地方要被割開 所以用分割 用這個面割開 它就割成 上下兩半 沒割開 分割失敗 我用這條線分割好了 這條線分割 拿上一遍 跟它按組合 看一下組不組合起來 有時候可能是公差問題 所以導致分割失敗 這樣沒問題 好 然後接下來 接下來 接下來是不是還有一個下半部 這是上半部 還有一個下半部 所以我把這個 實體工具 這裡一個抽離 複製暗示 抽離這塊 我剛剛把它組合過去了 然後 這隱藏 這個也隱藏 所以現在下半部跟這一塊 再組合 好 這樣就 把這邊 隔離 給大家看 這樣是不是上半部 跟下半部 對嗎 好 然後這兩塊 複製到這邊 OK 然後這一個 也要複製一塊 Ctrl-C Ctrl-V OK 這樣是不是兩塊 好啦 那接下來就很簡單啦 插旗 其中一塊 刪除輸入物件 這地方我要暗示 其中一塊 Enter 然後接下來 再 這是跟正反面有關係啦 這裡我就不講 正反面的問題 大家自己試一下就知道 這樣這就是上魔人 就是下魔人 沒錯 我們把湯匙叫出來 這樣 OK 然後 我把湯匙叫出來 這兩個鎖定一下 你們就可以看到它全透明的 OK 這樣貼合 OK 這樣就是 上魔人面跟下魔人面 最簡單的做法 就是用了我們Reno7的這個 彩帶偏移功能 OK 接下來第二種做法就是 直線的分模面 什麼叫直線的 我再重新做一個 原始的湯匙 那我把它複製到 這一個圖層 這樣 這邊關掉 那一樣 分模線的分析 建立拔模曲線 這條曲線就是關鍵啦 那這條線我先從上市圖 修剪一半 然後用直線 把它修剪一半 OK 然後接著 這一條線 我往X方向壓平 X方向壓平 然後從右視圖看一下這個地方 因為壓平尾巴這個地方 其實都是有錯誤的 所以我都會把這邊刪掉 然後 前面這裡也是有錯誤的 我就把這邊刪掉 好 然後這個地方 我把這個立方體喔 這個立方體我重新做一個 這立方體把它複製過來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線要夠長 所以我就會用曲線的直線延伸 就這樣延伸出去 延伸出去 好 那接下來我這條線我通常我都會重建一下 那這裡呢 差了0.02 嗯 有時候差兩條多 快三條 有時候覺得OK 那有時候覺得不OK 那你就把這個 加大 差一條 OK 那你可以 其實可以接速拉高啦 其實不用這麼大 你就接速拉高也行 250 OK 好這樣好了 有時候這個地方喔 稍微調一下 讓它順順的 這裡沒什麼問題 OK OK 這樣稍微調整一下 這樣好了 這樣 OK 這其實 也沒有特別 一定要怎樣啊 這個地方可以壓平啊 有時候這個地方 我把它壓平好了 壓到跟這個點一樣 變動標籤 Z方向 這樣 我這樣切出去 平的 然後這邊我也把它壓平 壓到跟這個地方 Z方向一樣 OK 好啦 然後接下來怎麼做呢 這條線 就是我們的分膜線嘛 這樣把它 擠出 好 然後這個 立方體我先隱藏 好啦 這個地方 我先把它複製到下一個圖層 好 然後我們這樣看比較容易看 接下來這個面按分割 選它 割開 這裡刪掉 中間刪掉 好 那這個面 透過它再分割一次 這樣是不是上半部 那下半部咧 所以這Ctrl C Ctrl V 好 一個面跟一個上半部組合 然後一個下半部跟一個面組合 組合 OK 一個上 一個下 這樣 可以喔 然後接下來 立方體 立方體在這裡 把它 複製到 這個圖層 然後這兩個也複製過來 OK 立方體兩顆 那我們就一樣我就用插擊 插擊其中一個 OK 然後接下來這個 再插擊這個 OK 這樣 上半部跟下半部 我們看一下 這樣沒有問題 OK 這樣就是最簡單的 另外一種做法的分墨面 好 然後我把這幾個都翻轉 剛剛做的跟現在做的 然後還有 這兩顆 把它解鎖一下 把它翻轉 OK然後我四個都對齊一下 對齊 來我們這四個 公模母模 上模人下模人 然後我們把它 檢測一下拔模角度 好 看到 應該是很完美 這邊緣一點點啊 這個是 有時候會有這種 用我們分墨面 多多少少還是會有一些些 存在的公差嗎 這樣已經很準了 OK 這樣已經非常非常漂亮了 好 好我把這個關掉 這樣看不清楚 這樣 好啦 這個就是所謂的 公母模的快速的一個做法 跟它的一個概念 那可以切到這個 彩線模式給大家看喔 這個是比較平整的 那這個是比較曲面的 好幾種做法都可以啦 其實不見得說一定要哪一種做法 還有人他是會依照這個分墨線 自己去往旁邊畫 他做法很多種 這沒有對或錯 OK 那這次的介紹到這邊 一樣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訂閱對我們很重要 大家請多多訂閱 拜拜